Shalom 弟兄姊妹 朋友 愿大家都安好 今早上 徳师在志地用 神自己宝贵的话语来到坚固大家 今早早上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信而信服 我都会一样的邀请温师母 在我的信息结束的时候 带领大家唱这首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鼓励 很有能力的一个诚诗 叫做Trust and Obey 首先我先和你讲解 这个信息我会用的经文 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是你们信从身子的私欲 十三节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欠给罪作不宜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内服务的人 将自己欠给神 并将肢体作宜的器具 欠给神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亲爱圣灵我们言你 今次早晨 开启我们的心 开启我们的眼 令眼能够明白 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教导的 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宝贵的现实 祝福这一天 我们在你面前 聆听你的怀疑的时间 不准你任何的收拾 任何的习恋 来难阻我们 领受你自己给我们的生命的道 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靠 主耶稣基督命之求 Amen 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 其实 我可以用另一个译本 将它这样翻译 他将那个汉字 就说为算 算一算 这个就是 讲及到 我们 怎样来到 看 又可以怎样来到算 我先讲一讲 这个 基督徒生活的原则里头 给我们在全新药里面 就是有两个重要的原则 而这两个原则 就会生出那种不同的果子 这个果子 好像忍耐 或者是温柔 信实 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 但同一个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原则 是不一样的 所以简单来说 基督徒的生活原则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信心 一个就是信服 无论我们生命有什么好的果子 都是从这两个原则 生出来的 所以刚才我们所看的 那个经文 就说 那个汉 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解释 就是算 就是 当我们说算的时候 即时讲及到 我们的信心 我们凭信心 我们要相信 神的怀疑 所以我们算 神怎么说 我们算 就是这样 神的怀疑就是这样说 很多次的经文里面 都是这样教导我们 关乎到这个信仪信服 算 就是信心 十三节讲到 那里的 这个 献级 献级 另一个日本叫做 汉服 汉服 就是信服的意思 就是Obey的意思 所以十一节讲的信心 就是讲及到 对于耶稣基督 在两千年前 已经为我们成就的 二十三节所讲的 就是 将我们这个肢体 我们这个身体 生命 来到信服 康复在身 这样 神能够保守 我们从信心 所得的 这个地位 Position 你如果有 一些神学教义 你会明白 知道 我们在基督里面 得一个新的地位 一个神的怀疑地位 得救的地位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信心和信服 这两个原则 能够保守我们平均 在所有的 这个属灵的经历 在我们的面前 可以我们更加的 活在基督 耶稣里面的自由 有一个问题 要问的就是 信以信服 究竟是怎样来说呢 这个 客观来说 客观之中是objective 客观的真理来说 就是我们所有的 事情都在基督 耶稣里面 一起在基督 耶稣里面 就已经成就了 因为耶稣基督 在两千年前 道成肉身 这是两千年前的事 这是客观的事实 圣经记载 历史记载 另外 一切主观的经历 主观的真理 就是在圣灵里 一切圣灵里 就是圣灵所 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成就的 客观就是 已经成就了 已经被我们看见了 信不信 是由人家自己决定 但是主观的真理 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到 当你经历到 就很不同了 所以这里我要帮大家 尘清一样的 就是救赎 和这个救恩 你知不知道它的分别 redemption and salvation 这个很重要的 救赎就是redemption 就是讲述到 两千多年前 已经成就了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已经成就了 而这个 salvation 就是救恩 将会发生 在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任何的人身上 当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 这个救恩 尽发生在 各个人的生命上 所以 救恩 这件事 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是基督 耶稣基督在 两千年前 已经成就了 但是救恩 salvation 这是一个 个个人要个别的 要有个别的经历 成为他们个人 主观的经历 就是当他们 接受耶稣 圣灵在这个 里头里面 去成就 所以我们不能够 将这两个人 调回头 一定要 耶稣已经成就了 这个救赎 redemption 我们今天 就是凭信心 相信接受 那我们就得救了 就有这个 salvation 所以耶稣 在两千多年前 他没有成就 这个救恩 他没有成就 salvation 他所成就的 是什么 是那个 redemption 那个救赎 所以这个救赎 已经是路组 已经完成了 所以等着 要发生 在每个人 今天的生命上 就是救恩 有redemption 我们正有 salvation 有主的救赎 我们正有 这个救恩 所以假定 如果我这个人 没有信耶稣的话 你对我 传福音 你只能够 说是救赎 耶稣的救赎 这个redemption 已经准备了 但是你跟我 说的不是救恩 你跟我说的是 redemption 这个救赎 我这个人 没相信 没接受 我就没有得救 所以救恩 salvation 会发生 在我心灵上 当我 愿意接受耶稣 基督 给我的救赎 所以我未信 至于以前 这个redemption 救赎 已经发生了 所以一切的救赎 工作 已经在 以往成就了 所以这是客观的 无论你接受 不接受 你相不相信 这个是圣经 所宣告 所已经 传出来的 就是耶稣 成就了这个救赎 这个redemption 是绝对的 但是主观的经历 工作是需要 每个人在自己身上 这个时候 要不要接受 或者将来的人 要不要接受 这个savision 还要发生在 那个人身上 一个已经成就 一个将来要成就 一方面 一个是讲解到 已经死的 已经埋葬的 已经复活的 已经升天的 就是这个耶稣 基督在两千年前 成就的救赎 所发生的 另一方面 是讲解到 圣灵 在这个时代 将这个死放在 里头 是等你跟我 信了 就能够成就了 所以耶稣的复活 是在两千年前 所以 将来在你身上的 却是当你信的哪一日 当你信的哪一日 耶稣的这个复活 就将显在我们的生命上 所以凡是客观的 都是已经是 以往的 绝对的 是完全的 同时是 无以復加的 不需要再加什么的 凡是主观的 却是跟我们 现在和未来的 所要成就的 所以接受客观 或接受主观的 这两个完全的 不同的原则 是我们要分得清楚 因为客观是已经 再说 已成就的 是应当相信 而主观的 就是我们现在 和将来要发生的 你和我要学习 如何来到信服 Amen 一个是相信 一个是信服 所以 若我们只是 注意一方面 而 若不是我们 失去了这个理想 或者就会失去 这个苦修 因为若果我们 没有这个客观的 明白 这个真理 我们 只要相信 那我们就麻烦了 因为复活 我们一定要相信 升天一定要相信 同时 单单相信不够的 我们一天过一天 还需要如何 来到信服 和死的方面 你需要信服 和复活的方面的能力 你需要信服 升天的地位 你需要信服 因为这一切是 客观的东西 你相信信服的时候 你便会变成 你个人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外面的 这个救主 我们需要里面的救主 外面的救主 就是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所成就的 里面的救主 即是说 圣灵要在我们里面 里面来到工作 所以我再说一次 就是我们需要 道显在这个肉身里 在十字架上 来到为我们 完成这个救责 而我们都需要 这个道显现在 这个圣灵里 记得 圣灵就是基督的灵 圣灵就是这个道的灵里面 那么我们就经历到气 所以每个时候 我们需要各个 他的耶稣基督 我们都需要 基督的灵 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 外面有救主 我们需要相信 但是里面有圣灵 我们需要信服 现在我要讲一讲 一些经历 什么叫信而信服 什么叫相信 出了一个slide 相信 好像这件事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不可以有一天放松的 因为客观的真理 就是你和我要相信 并非人说 我要死 或者要复活 要升天 但是 我已经死 已经复活 已经升天 你收到我讲什么 这个要说相信 就是我们要相信 圣经所说的 不是我们现在要去死 我们要复活 要升天 因为圣经说 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已经死 已经复活 已经升天了 所以什么叫信心 what is faith 信心就是 知道了 体见了 认识了 人不能够相信 是未体见的东西 无来死 复活 或者升天 除非有圣灵的启示 我再说 我们必须有圣灵的启示 我们体见了 我们就相信 我讲的不是肉眼的体见 我们看见你灵里面的体见 就好像这个magic moment 一刻你体见了 一刻你明白了 所以我经常祷告圣灵眼 开我们的心窍 开我们的灵眼 好叫我们看见神 话言里面的奥秘 所以当我们一看见了 我们就有信心了 所以道理是把事情 对你讲得清楚 但真理呢 真理就是 那个话的背后的 有的隐藏的东西 很多时候 道理不是真理 但是真理 它是背后有的东西 是道理能够说不清的 就是真理 包括道理里面后面的东西 所以 那个叫真理 举例子 主耶稣为我们死 它不单止是道理 它更加是真理 在神学上所讲的道理 还原句话说道理就是神学 因为人可以思考神的东西 这个是神学 不是神的启示 神学只不就是 把神的说话 整理 讲得更加清楚 这个是把道理讲得更加清楚 客观的真理 就是需要你相信 我们必须要知道 主耶稣是真实的 希腊文讲到 真理的意思就是什么 实在 真理即是实在 耶稣的死是真理 因为主耶稣 基督的死 真的发生了 真的是事实 耶稣的复活是真理 因为主的复活是事实 主耶稣的升天 是真理 因为这个在历史上是事实 有很多的见证人 所以这个叫真理 另一个问题是问 我们怎样能够知道 这些真理是实在呢 每一次 我们接受真理的时候 并非是因为 讲完 传道人 怎样讲 全世界只能够 将人带入这个真理的呢 就是 圣灵 我们做牧师 做讲完的 我们尽我们所讲 将圣灵感动的话语 对我们感动 唯有圣灵 开启你的心脚 圣灵感动你 你就能够 收到 圣灵要跟你讲的话 所以传道人 就是把这个道理 讲得清楚给人听 但必须有圣灵的启示 或者叫圣灵的光照 人才能够有相信 下一个问题是问 弟兄姊妹 你看见 这个墓 你看见 我不是说 同死同復活 同升天的事 我要说的是 主替我们死这件事 我们以前不知道 什么叫做罪 但是呢 又不知道 又不知道神是谁 又不知道基督耶稣是谁 或者有一天 有人跟你讲解到 主耶稣 替死的这些事 这句话 摸到你的心 或者touch you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 有所的新发言 有所感心的领受 你就看见了 你就看见罪 你就看见了神 你就看见了耶稣基督 你就看见了这个救人 你看见了你的罪 得了射灭 你现在这样说 你的罪得了射灭 就像我四十年前 我在MBS chapel service的时候 我是看了那套电影 知道耶稣可以改变人 我就相信他 自受气 但是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是 救主 我不知道他是 圣灵要住在我的女头 我不知道我是 神的灵会住在我的身上 我就是想知道 求耶稣帮我 直到我开始读圣经 我开始教你聚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逐渐逐渐更加明白到 原来耶稣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 是为我的罪而死 我看到我自己 都同一一字 在十字架上而死 他是我的救主 不单是救主在里面白到 我要自受气 成为我生命的主 管理我的生命 做我的主 这个就是逐渐的圣灵 开启 圣灵光照我 让我明白 生命就开始得到改变 更多神的怀疑 更多灵光 所以逐渐的改变 我的思书 我的观念 所以我看到 我生命就不停不停地 被你改造 所以有些人问 别人问你 你的罪得了射面呢 但是你很清楚的 因为你体现了 你知道 很难去讲解 但是你知道 你的罪得了射面了 因为你相信 耶稣所说的 相信他所成就的事实 什么叫圣灵的启示呢 圣灵启示是 圣灵在你读圣经的好 你听到的时候 或者是广言广道的背后 是好像将一个蚊子 一个wil 好像窗帘门帘 打开了 好像这些盖的盖 你把盖子揭开了 你就看到里面的内容了 你打开这个饭煲里面 妈妈 喂 你准备了一味饭 你很喜欢吃的 你打开了这个 或者打开了这个礼物 我发现了你朋友送给你的宝贵 你所真期望梦想的礼物 你会看到内容 里面的是什么 所以当你看见 什么叫射面的时候 什么叫重申的时候 这个叫做体见 这个是最有价值 最有宝的 因为你看见 耶稣基督这样的死 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其他人 是为了你 你就相信了 所以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跟他讲福音 他或者会点头 但你一会儿就走了 就忘记了 他差一样东西 差一样东西 就是他没有得着这个启示 或者圣灵的感动 所以因为他没有体见 他就不够相信 没有啟示 他就没有信心了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必须求神感动人 帮助人体见什么是罪 体见是你需要救主耶稣 本来你对他讲 或者是三条五条的道理 叫他体见 如果你能够 圣灵感动的 叫他体见的时候 你不用说太多 他就已经有感动 要回应接受 既然死是需要体见 复活升天 和其他的真理 都一样是需要体见的 所以听着没有 向别人 传福音给人听的时候 告诉人有怎样的罪 耶稣基督 怎样的为人死 信而怎样的得救 就是五十个人听了之后 五十个人都会点头 但你一走了之后 他们不会觉得自己 不会觉得自己 说谈话是罪 他们不会说自己 这个所谓的骄傲是罪 或者是不应该看的东西 看是罪 或者是贪多少的东西 是不是罪 他们是听见了罪 但是没有看见这个罪 他们听见了救主 但是没有看见这个救主 所以他们就没有信 就不会有这个信的可能 所以我们每次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求神 祈祷神 来求神开启人的眼睛 今朝苏神 我特别都在主面前 祷告这件事 叫弟兄姊妹 能够零眼 都能够避开体见 因为我相信 一直都有这样的看法 前面的人都运过祈祷 我还要祈祷吗 我相信 再讲到前再祈祷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是一个很重要的 求神这个时候 是帮助你 用心去听 期待 看看哪一句话 哪一句话是向你说的 圣灵的感动 你叫他看见 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工作 神开启人的眼睛 人看见罪 是不能够不留眼泪 人看见主的时候 是不能够不接受这位救主耶稣 人能够被感动的时候 他就会谦卑接受 今天所传的道 所听的这个信息 就算是一个神学博士 对人们说得好 你的罪是不算罪 或者主的死不算 都是牺牲的话 但你这些人 遥动气 都不会遥动 因为已经看见了 他已经看见罪 什么是 救主耶稣是哪一个 一个神学博士 他可能是一个 自由派 但是不是纯福音的 一个所谓的传道人 都不会遥动 他所看见的 因为他明白了 所以能够相信 死是一个客观的真理 我们需要相信 我相信你相信 我相信你会死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事实 其他客观的真理 都一样是需要相信 我们很注重的是 全主的死 很多时候 我们很注重的是 全主的死 但是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所说的 有时候没有果效 这个问题 我们想 就是信心各方面 出了问题 就是 忘记说 就是没有啟示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 说同死的真理 有一个弟兄就问 从今以后 我就一定得性了 因为得性的方法 我已经知道了 牧师说 没有几天 你就不靓了 因为你没有在灵里面 灵里面看见 所以不是 就是头脑上的认同 知道 是你要在灵里面看见 你问一个人 怎么得救呢 他说 我听见了道理 但是过几天 又不得了 因为就是头脑上认同 耶稣 这样救人 OK 都好 是信 我接受 但是没有那种 灵里面真正的体见 他就不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信 好像当你 打开圣经的时候 或者聚会 听到的时候 你说 我已经死了 我已经复活了 我已经升天了 你不应该说 回头看 一点都没有复活 一点都没有升天 我们不应该随便说 我已经死了 已经复活了 已经升天了 我们应该求主 说主 叫我体见 我已经死了 我已经复活了 我已经升天了 这样的祷告 主就将我们 带到这个客观的真理里面 然后从这个客观的真理里面 这个 fact在外面 然后带到你在里面 进入基督耶稣里面 你就能看到 你在基督耶稣里面 看见自己已经死了 看见耶稣基督里面 你已经复活了 看见耶稣基督里面 你已经升天了 因为他死了 所以你也死了 因为他复活了 你也复活了 因为他升天了 所以你也升天了 这个是我初初第一次 接受耶稣 我接受耶稣 求耶稣改变过 后来当我自己 灵修 自己读圣经的时候 我明白了 我知道 又听过很多的福音信息 那些暴徒家所刚才 更加清楚明白 原来耶稣是我救主 我看见耶稣 在两千年前 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是为我的罪 我那时候和他一起 担死在十字架上 我看见我的死 我看见我的死 我看见我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都跟着一切复活 我都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 升天 只是我今天成为神的御女 我都在天上 拥有主所给的权柄 这个能力 哈利路亚 所以当我们这样看见的时候 我们会感谢主 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 我们已经死了 已经复活了 已经升天了 因为我们信 这才说 这个信心 就是说到这个事实背后的真理了 举一个例子 我用一个人物 我用几个人物 帮助你看见 什么叫他们 看见 相信 第一个例子就是 戴德森 下一章 这个戴德森 一个非常出名的 英国人 在中国做宣教士 你看起的传记 你看起的书 我知道今时今日 很多青年男女 你们不知道 看书的重要 你们要多看一些传记 这个是塑造你属灵生命的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要做的 读传记 我初初信主的时候 就是圣灵感动 我不断看不同的 属灵的 西方的名牧 东方的 有宋常哲 尼托星 有黄明道 还有好几位 他们的生平 怎样的信主 怎样的 来到 给主的 大令破碎来的生命 叫他们的生命成长 我特别 这个样用戴德森 这个黑身体 在他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时期 他一直觉得 自己很失败 很软弱 一次他写信给 一个的姊妹 因为那时候 心里面很挣扎 里面 总是觉得 自己很缺乏 这个圣结 生命和这个能力 想想 如果我们能够 自在基督律 什么都好了 自在基督律 在基督律 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你会明白 什么叫自在基督律 什么叫在基督律 所以要求 那个字 为什么要祈祷 在大概几个月之后 的祈祷 挣扎 甚至禁食 甚至 纳志 读圣经 用了很多功夫 在主面前 安静物上 但总是没有 没有那个功效 没有那个果效 但是 巴不得 你自己 永远住在基督律 耶稣 但好像 住在一瞬间 又出来了 这个就是 他挣扎 他的经历 他说 我只要能够知道 什么叫做 住在基督律 应该 我的属灵 生命 就会突破 我就 什么都能了 所以在 日记簿里面 读到这件事的记载 是讲述到 有一天 他又在那时候 祈祷 带走生日 在那里祈祷 他说 若我住在基督里 我就能够得到 主耶稣基督的 汁水 因为耶稣是葡萄树 我们是知智 我可以知诸耶稣的 汁水 我可以得到 他知药 得到 他给我们的供给 我就有能力 胜过 罪了 他就在祈祷 又去读圣经 后来 终于读到 《约翰福金》 十五章五节 这些经文说 我是葡萄树 你门是知子 当大家读到 这句话的时候 主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的时候 他就说 他现在读不到 我是全世界 最傻的人 我一直的祈祷 就是什么 我要做知子 我要住在基督耶稣里 但是主已经说了 你已经是知子 You are the wine You are the princess You are the princess 你是知子了 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 主要用这句话 跟他说 所以听着没有 如果你明白 牧师所说的就是 你就要说 哈利路云 哈利路云 为什么 你不需要再进入气 因为你已经在里头了 不是勉强做这个知子 不是勉强是圣格罪恶 在做知子 因为你已经是知子 You are the princess 你已经是在里头了 所以这个就是梁刚 看见了 他看见到 他一直所求的 我要做知子 其实耶稣说 你看清楚 你已经是知子了 所以既然我们是住在耶稣里 他试试说 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吸收 这个葡萄树 主耶稣给我们隔壳水 知样 主耶稣一切这些 爱都是我们的了 所以 哈身体 看得生 自从他明白这件事之后 他就发现到自己 进入一个新的生命 可以说在基督里 一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他才经历到一个新的改变 这个是本身一个 最大的生命的转机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是需要不断 不同阶段的生命的突破 生命的这种所谓的转机 带给我们 可以更加的创生 更加的成长 所以相信 或者我们英文用believe 相信 不是把神的说话 变成这个事实 实在 相信 相信神的话 已经是实在的 相信神的话 就是真理 你知不知道 神的话 神的话 我已经死了 你回去看罗马斯六章 你知道的了 神经的话 你已经说我死了 我已经复活了 我已经升天了 所以我就要说 我已经在基督耶稣里 已经死了 已经复活了 已经升天了 我们要站稳这个立场 神说了 是就是了 阿们 神不会 神说是就不是的 神说是就是了 另外一个人物我要说的 就是这个 韦伯布露 这位的一个人 下一张 是一个名牧师 是当时的时代 都是一个名牧 他一身的转机 是因为一件事 有一次 他选择了这个经文 《哥华人》 《哥林多侯书十二章九节》 《哥林多侯书十二章九节》 是祈祷主 他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那个主题 用净经文诗来讲 过的恩典 救你容的 他就要花时间 准备这个信息 跪下祈祷 他对神说 神我公 clin把 我供应把这一篇信息放在你面前 求你使用 求你祝福 但是当祈祷完了之后 他觉得 这一场道我不能够说 因为如果明日我说道之后 有人问我 神的恩典是教你用吗 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一定会说 所以 所以他认为不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还有坏脾气 还有骄傲 还有很多的缺点 所以神的恩典如果先不够我用的话 我怎样能够对人说呢 神的恩典是否够他用呢 他自己要决定 神的恩典是否够他用 你觉得不够他就不敢说了 但是那时候已经是拜祿了 再预备 他觉得已经来不及了 不说又不可以 真的有一些很难 使得那时候很挣扎 结果他就决定再跪下祈祷神 求神啊 神啊 神啊 今天你 叫你的恩典救我用 今天求你的恩典救我用 叫他成为我的经历 祢想主承认了我一直很骄傲 我一直有贼道 我一直有情欲的事件 有污慰的思想 祢说你的恩典真的够我用的 求你帮我能够能胜过这些 但是祈祷了整个下午 而祈祷就觉得神更加怨离气 结果他站在祈祷的构上 从书桌上起身 走到火炉边那里站一站 在那里靠一靠 在那里靠一靠的时候 突然在住火炉的横梁上 又放置一个牌子 我看到牌子是一个经文 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真是这句话 我的恩典救你用的 My grace is sufficient 我的恩典救你用的 当时这个慧伯部路牧师 他就有好像在分眼 得到良好 一下就领受到了 这里主讲的话是什么呢 神的恩典不是说要救我用 神的恩典不是说等一等救我用 神的恩典是说是救我用 是救我用 所以他就明白了 我不再需要求神的恩典救我用 不需要再向神求神了 神的恩典已经是救我用的 他就明白了 原来已经是救我用的 所以他就跳起来了 就是这样说 神的恩典是救我用的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弟兄姊妹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我的恩典是救你用的 不是等一等 不是你需要求 你要宣告 神的恩典是这样说的 我的恩典是救你用的 所以你不是要祈祷求神 你要宣告 带着祈祷的心 我赞你神的心 感谢神的心 信心 来宣告 神的恩典救我用 所以当牧师一这样领受之后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光照 写起那些书这么久 祈祷这么久 尽快要明白 就像大德生那样 我是葡萄士 你是知子 你其实就是知子了 不是要求我成为一个知子 我的恩典是救你用 是救你用 不是要等你求 所以布鲁木斯就向主感恩 他说我几十年怕忘神的恩典救我用 就是那天被体见了 所以他的心灵又经历了大突破 一个大传记 所以翌日 他在讲道觉得很有能力 在罪会里面 他的讲道帮助了很多人 人家问 为什么你可以分间有这样的进步 他说 因为神的恩典救我用 阿们 阿们 很多时候有人会这样求死 但是神说什么 就是主女你已经死了 算 看 就是算你是死了 好像求復活 求升天 但是神说 在主你你已经復活了 你已经升天了 讲一下这个死 是一个真是经常我要提自己的 若我们看见我们死的话 死人是不会回应任何罪的 试探人有的 尤其李读星说得这儿非常好 但我都是很多时候反反复复 没看见自己死头 但是我们真的要看见 若你一天看见我们 基督耶稣 你已经死了 所以对你来说 就不要那么吸引 试探人也不会那么容易胜过来 因为若你看见你已经死了 很多人求升个世界 但是神的书是说 叫我们升个世界 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overcome the world is our faith 所以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看见了 就是我说圣灵帮助我们 看见了我们尽有信心 所以如果在这里 第一位大兄姊妹 有一个姊妹 你看见一个客观的真理 不在乎你收到多少 只有一句话 一节经文 一句话一节经文 如果你看见了 你真的信 你就能够走你前面的道路 你就能够面对你面对的艰难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 和大兄姊妹说的 你在每一场的讯息里面 说牧师 我听了都忘记了 你不要去想着 要记住整篇的讯息 你要用心地听 看哪一句圣灵 你不要透过牧师 跟你说的话 你正在捉住那句话 重复和自己说 重复自己说 这个就是给你的利马 这个就是给你的良光 这个感动 这个启示 这句话就是你最需要的 你就记住在你心中 这个就是给你生命的力量 有很多人在神面前 你这么求 有没有听过罪人一求 主啊 替我死 主啊 你替我死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 向人前呼吸 听见一个人祈祷就是这样 主啊 我是个罪人 求你替我死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讨告 不懂真理 不懂这个事实 因为主已经在两千年前 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而死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仍然 要求主啊 主啊 你替我死 这句笑话 所以我们用头脑想 人的理智 是不能够明白的 希林健就是说 我这个时候 主要是替我死 我就不用死了 但是这件事已经在两千年前 发生了 朋友 耶稣经在十字架两千年前 为你的罪而死 你解决了 你不需要再为你自己罪 做什么 未保什么 耶稣基督已经 因为爱你的原因 要提利 愿意提利 的罪 我的罪而死 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必须相信 神的怀疑 过于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感觉 或者我们的思念 或者我们的罪恶感 或者我们的情欲 过于我们污蔑的思想 我们要相信神的说话 过于这一切的事 今天搞于我们的事 所以为什么 你要多读圣经 非常感谢主 真正是神的说话 如果你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神的说话能够念成你 我不知道有多少位 在NECF 福联会的四十禁食里面 有个照着的要求 鼓励就是每日读十章 说你在每日读十章 四十日读得四百章 你就看到 你是几乎读章 读到以斯拉记的那里了 我感谢神 当我在这样做的时候 再重复加强我对神的说话 领悟 所以我领悟了 我就跟师父母说 领受了我就跟师父母说 我今次再重读的时候 所领受到的这些良光 是我等于宝贝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 就是我们听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有信心 所以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要回应 要抉择 要用信心来回应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 无论我讲道也好 自先讲道也好 Nic讲道也好 麦克讲道也好 全天或者医生 所以这几位牧师讲言 讲道的时候 我们结束的时候 都有时候会带领你们 祈祷回应 帮助你们 要做一个以信心来做的回应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让我们看见在耶稣经里面 神话言里面的宝贝 我们今天更加要看见耶稣基督里面 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成就的一切 但我们要知道 只是有信是不够的 跟你隔离论舍讲 只是有信是不够的 just trust and believe是不够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你需要顺服 obey 所以为什么 圣诗讲 trust and obey there is no other way 顺着信服 你就会怎样 会得着主给我们的 那种喜乐的生命 所以 我们应当一面是相信 另外一面就是要顺服 将我们自己的意思放下 然后将我们 整个的身体 我们的心形 我们的肢体 不单是我们心中的 意念心中的 所想的 更加将我们这个身体 牵上给神 这个就是罗马诗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所特别教导我们 关乎到 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现实 所以听起来 如果你只有一单一个 活的信 lifely faith 一日过一日 但是你需要的 学习的就是 这个信服神 Obedient 什么时候 神摸着你的时候 God's touch 来到你的时候 你被神摸着你的时候 你就要决定 要不要信服 反意知我们没有 信服神的 就不是相信神 知道吗 所以其实 信而信服 信和信服是一切的 如果你说你信 而没有信服的 这个是过不过去的 有一个罪人 不肯悔改 他就是未能相信 一个信道 如果全身不信服的话 他未能相信 神的怀疑 就好像人 在家中一样 有很多的东西 留下来 有些人 对自己的子女 不舍得奉献给上帝使用 有些人 对自己的丈夫 又不正当的态度 有些人对前财 那方面 又不正当的使用 所以如果 这些前财 丈夫以内 有其他事业 嗜好 如果我们 都有自己保留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未应 真的完全相信 把自己 欠给神 这个不是 真的完全相信 所以信的人 就会有信服 无论 神感动你 为你做某些 某些的东西 甚至很悲逼的东西 你肯不肯呢 这个就是 问你 信不信服 所以弟兄姊妹 只是单单相信 未能保守你 在前的道路 更能行得 更加的光明 更加顺畅 你或者有一些信 但是神要的就是 你肯定你的信服 你信了 等一等 神重要的东西 你做的是信服 有些人 主要的就是 你先信服神 然后神还会给你信心 有些人是这样 你不信服的话 神就没有给你信心 有些人 神先给你有信心 然后跟着就是信服 有些人 就是神给了你信心 跟着同时 都会给你信服 所以 个人 在主的面前 有不同的领受 但是主对个人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不清楚 神在你的生命 带领你 所以 记得 我们知有信 或者知有信服 是不完全的 如果是你没有把你的生命 身体建上给神 你只有以为我信就够了 这个信 是好像一个没有翻过的饼 就是一面熟 一面不熟 看到吗 所以我们不单止信 我们必须要信服神 专一的一步来说 就是我们要过去的就是 过这一关了 就是一个人去做神的管家 有一个专一的起点 就是必须对神 有今天我所说的这个起点 把自己欠给神的起点 如果你过得这一关的话 你就看到 你生命 更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必须每人都要一次对神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我的时间 我的头脑 我的金钱 我的家庭 我的一切都奉献给你 当我讲这几时 我只想起初美欧的跟进书 我都叫《师母成事》 常常用这本跟进的姊妹 其中一课 我就是讲及到 初美欧的信徒的灾病课程 讲到一课就是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不单止我所说的 所谓的时间 金钱 家庭 包括你的事 你的嗜好 你的梦想 你的忠心配偶 你的结交朋友 这一切你会否献上给神 当你愿意献上给神 即使你愿意给神过问 所以有些人神特别会 有所感动 有所摸着 有些人会摸着 你心灵的某一点 有些人是另外一点 多小时候 神比较有严厌的要求的时候 就另外不同的反应 神向我们有什么要求 我们就有什么必须信服 就证明我们不单止听起的话 记不记得我说罪 简单来说就是不听神的话 我们有信服 即使我们是听神的话 你看看 讲阿巴拉罕的例子 没有以撒 这个宝贝是神英 他在二十五年后 尽得的宝贝的独子 单传的以撒 那是不是 口里讲的把以撒献上 他实在都是照神的吩咐 用了行三天的路程 你想想他 有三天的时间考虑 要不要信服 但是 最终就是将以撒 绑上 放在这个祭壇上 献给神 当他一敢做的时候 起信服的时候 神就给你看见 所预备的羔羊 当很多时候 神等你和我 去完全的学习 信服 你才能够 完全的 你满足了神 神就给你看见了 是所为你预备的 我用这个例子讲完 有一个美国人 他曾经到中国 其实他的信心是很大的 他讲一下自己的 生命的见证 他讲一下 他已经是一个 这个Master的 很多张是 碩士何位的 他在大学 读书的时候 他打算收 一个哲学 这个博士 这个Philosophy的 这个Dectric 他一面做牧师 一面来学哲学 他感觉到 心灵很阻滞 不是很顺 他就祈祷神 他说 对神讲的 神力 我都有很多方面 误信 又有些罪 没有胜过 我没有那种能力 来到侍奉 他祈祷了两个星期 那么久 他不断求神 用圣灵充满力 叫他得着侍奉的能力 圣经所讲的 得生灵的得性 和这个能力 那么在祷告中 神就问起了 你真的要吗 如果你真的要的话 在两个以后 你不要去考哲学博士 don't go and sit for 那个Dectric 的Hearing 神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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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用一个哲学博士 对这个牧师来说 他觉得很为难 为什么呢 因为 已经知道 这个哲学博士的学会 已经 稳稳得到 但如果两个以后 不气巧的话 那是很可惜的 他就继续祷告神 来和神讨教患 主啊 为什么不让我呢 一面又得到 召合博士 一面又可以 做牧师 侍奉你呢 很多时候 要知道 弟兄姊妹 神有时候 不会和人商量 上帝 决定要向你要的东西 有时候 不需要和你商量 神命令了 他不会更改 在那两个月里头 是很挣扎 来到 有一个星期六 是更加在那边 不断地祷告 究竟要 哲学博士 或者要被圣灵充满 哲学博士 或者有能力侍奉 得性的生命 人家都可以 哲学博士 来给神使用 为什么我不行呢 在一面的挣扎 和神那里 出家 和那里商量 最终 没办法了 究竟我要 哲学博士 或者要圣灵充满 有能力服侍 大神都不肯让步 要哲学博士 或者要 这个 尚灵生命的突破 要圣灵充满 要有尚灵生命 圣灵充满 就不能够有博士 要祈祷 要祈祷 最后 是流眼泪 主啊 我信服了 I obey 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放弃 因为呢 他说他两年 用了两年的时间 来准备这件事 其实呢 他在小时候 一直都怕蒙 有一个学博士学位 特别哲学的博士学位 今天呢 他为了信服神的认故呢 他就放弃了 他就写封信 通知校方了 他说是不去认识了 不去认考了 从此就跟那个知学博士说拜拜 那时候已经是很累了 晚上很累了 第二天 他上台讲道的时候 他很坦诚地跟回众说 我没有道好说 我没有道好说 那他做什么呢 他说将他昨晚 这段时间跟神的一种的出交 跟神的一种的挣扎 他将这个经历 告诉大家 他讲到最终是放弃 哲学博士 以信服神 你知道吗 听起来 当他讲完了 这个见证的时候 他的会众有四分之三的人 每个都流着眼泪 回应祷告 那个教会经历到复兴 他自己都觉得 自己的生命有了力量 当时 感觉的时候 他说 哎呀 如果我早知是这样 我早早快快信服 听起来 很多时候是这样 如果我们早知道 我有信心奉献 我今天不用使得 在这些金难里面 没有钱用 如果我知道 我早早放上我的子女 给神服侍身 他今天可能不会不听 说离开主 有很多很多的 早知道早知道 我们求神念问他们 而这些好知道 不要太多的 负面的 不好的结果 言主念问他们 所以每一个被主用的人 是不经过这一关的 如果是怕不经过这一关 就不能够 怕望自己生命的突破 这个属灵生命的掌进 人必须相信 都必须有信服 人不是单单 一次一次的信服 而是一直的信服 不是偏额的信服 有些贬值的信服 尊信服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就没有能力 如果真是尊尊相信 不肯信服的话 就是理想而已 因为你相信你的东西 就是理想 但是你没有信服 就是理想而已 如果尊信服 没有信心 就好像一个很苦的事 因为你不知道 为什么你要信服 就是总结 牧师要讲的 大家记得 我们记得一套生活的原则 就是 一个是相信 一个是信服 不能信而不信服 也不能信服而不信 信而不信服 就是假信 信服而不信 是禁欲 所以盼望 在今天 我们教会中 我们 在这个信心科方面 不会出毛病 这个信服方面 不会出毛病 如果是失败 就是其中很多时候 就是这两者之间的 其中一件事 我们做得不好 所以不是信而不信服 就是信服而不信 或者是不信也不信服 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肯信 又以信服的话 trust and obey的话 我们就有长久的春天 有永久的八就 就好像这个真言书所说的 四章十八字 二人的路 好似用黎明的光 而照热明 直到五日五的 直到五日五的 就是 日头在 中午的时候 太阳是最晒 最光的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我们的生命 而走如光明 我们人生 而成长 而更加的 荣耀神 这个就是 所说的 trust and obey 带给我们的结果 所以盼望神 祝福我们 叫我们能够在面前 做一个完全的人 就是一个信而信服的人 在结束的时候 我要将时间交给 温师母带领他们 唱这首《圣诗信而信服》 我相信 各个投影片给你们看一看 《信而信服》 各个投影片 你们放一看 我读一读的 你们可以screenshot 如果你们用手机的话 或者你们要翻看 都是还看这个 《圣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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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雅各书所说的 如果你说你有信心 而不遵行神的道 这个行道只需要信服 我们看到我们必然在神 幸在活在神蒙福的生命里面 我相信你手中已经预备了这个杯柄 我们要守圣餐纪念我们的主 我要再次重读这一段 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六章 十一节到十四节 若还原你没有准备到杯柄 麻烦请你快快的准备 罗马书第四节再次和我们说 你们向罪当算或看自己 当算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当算或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造王 使你们顺从身至的育肉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项服罪作不宜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乃复活的人 将自己项服神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 项服这个主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 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愿帮助指开我们的眼睛 当我们拿着这个瓶 这个杯的时候 纪念 自已成就了这个救赎 我们也接受了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也得到主的救恩 这一切都是开始 生生命的开始 但主给我们更多 更多封信 更封信 更美好的祝福 等着我们去获得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 好叫我们能够 在世人面前 作光作炎 特别在这个期间 我们更加要为主 作光作炎 非常好的 前几天 八十米哥 请了一个讲言 这个牧师 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 做炎作光 我们做炎的时候 没有太过咸 咸会咸死人 就变成咸鱼 我认识到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 很多的古灵精怪 这些又不能做 那些又不能做 很多的戒命 这个圣经不是这样的要求 有些人不明白 圣经一知半解 讲解 没有好学习 或者有些偏激的教导 变成了基督徒守律法 守那些 所以那些 跟外面的人一双来往 基督徒真是古灵精怪 看到那些偶像要配合 很需要祈祷的念经 那些人不能参加 有些偶像要忌 所以我说 如果是这样的 来守圣经的 戒命律法 人家看到我们 都被我们咸死了 我们要懂得 怎样的中容 合理的解释圣经 免得在人面前 好像把人家咸死了 光也不要太过在人面前夸扰到 有些人好扮扰 耶稣夸到夸到 夸到夸张 圣经都从来没有这样 还厉害 在人家面前放大光灯 人家铲字 怎么能看到真理 主给我们看经的 永光也不是那么厉害 我们在主面前 是一个反射的光 主耶稣真是真光 所以我们在人面前 要好准 而良的光 光照引导 人在夜间 看得清楚道路 听着我们 我们不要容许 立刻聚在我们的身体上 作肢体 就是重要的比据 学习 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算我们自己死了 这个救人死了 我们已经从耶稣一起 同死里复活 所以水礼就跟我们讲及到 我们同耶稣同埋葬 同水里起来的时候 我们同耶稣基督同复活 哈利路亚 每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就跟耶稣基督再补助上 我们有权柄有能力的 我们要相信 因为神的说话是这么说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的心底 感谢神 我们吃这个饼 和喝这个杯的时候 是 与主同认同 我们跟主的生命 合日 主在我里面 我也要活在基督耶稣里面 主是葡萄树 我是知识 哈利路亚 多谢我们的主 多谢我们的主 卡拉 马上大 马上大 既然你赐福这个 饼 和这个杯 多谢你两千年前 为我们舍生 死在十字架上 受鞭伤受破碎的身体 主要我们吃这饼 为这次纪念你 听众们一起吃这个饼 过后主要 归起这个杯 每逢喝的时候 为这次纪念主 用祂的补诀 买熟了我们 以我们立新药 从今以后 我们不是凭自己的义 但是为耶稣基督 提醒我们 所得到的福气是什么 救恩是什么 更加相信主在我们 今时今日 都会带给我们 需要的这一个 供应和祝福 身体有病的宣告神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因祂受的边相 我身体得医治 无论我精神的 身体上的 任何方面的怨恶 我们要相信 知取神的怀疑 相信自己 因祂的边相 我得到医治 因主耶稣的边相 你得到医治 因耶稣的补血 能够遮盖你 能够医治你 奉耶稣的名字 奉耶稣的名字 哈利路亚 不论今天你心中的 作难是什么 挣扎是什么 神的怀疑说 我的恩典救你用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我的恩典救你用 你要接受 凭信心接受 多谢 请宣告神的怀疑 你要看到一股的 力量会从你 由心而发 哈利路亚 多谢你主 赞美你 而此的 运行在我们 所有 有弟兄姊妹的 心灵里面 卡拉玛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而主 你一样的 感动 若然 你带领之下 能够听见你 伯仁所分享的信息 而你开启的心 叫 帮助你明白 体见 主耶稣基督 在两千年的死 为其罪而死 被体见 是需要这些狗人 因为这个狗属已经预备了 是需要承认自己的罪 罪人 需要得主的这个赛面 需要主给的这个狗人 主耶稣基督 祝福起我 奉耶稣基督 为祂祷告 哈利路亚 圣灵在生命里面工作 圣灵在生命里面工作 卡拉马里亚大 斯卡巴巴马里亚大 亲爱的朋友 若果然你有所感动 你可以不妨联络我们 我们是 加坂巴第一 神教会 我们在YouTube里头 都有那些连线 或者那些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 你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非常愿意地 继续将耶稣的福气 和你分享 带着我们举我们的手 领受主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祝福 圣主 永光的 要照耀你的面 圣主喜热你 恩从你 叫你出也平安 入也平安 叫你居上不居下 叫你作手不作眉 圣主圣灵的感动 和痛在 以你直直到世界无聊 奉耶稣面子祈祷 Amen 主祈福你们 主耶稣爱你 牧师都爱你 大家平安的散会 帮助 play 帮助